开始吧 今天这篇文章是这个 然后他主要内容是 就是对于内科而言 就是当前的医疗大模型 往往是就是医疗领域的 这个通大模型 在特定领域 就比如说 某些特定的一些科室上面的 一个诊断 存在一定的不足 特别是就是 遵循医疗规范 以及综合患者信息 这个方面 就是右边张图的话 其实就是表现了一个 就是医生和患者 进行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一般来说 患者可能是向医生进行一个咨询 然后这个医生为了 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诊断意见 所以肯定会就是咨询 就是会问患者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这些问题 就是传统的 就是大模型 可能就是会直接问一些 就是简单的一些问题 但是更加规范的 就是应该是医生会按照一定的 就是诊断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诊断的一些逻辑 来进行一个推理 然后问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一些问题 这些诊断逻辑的话 可能是 就是通过一些 就是医生的一些专业的标准化的 一些指导的 呃意意见 然后来来生成的这样一个诊断规则 那么如果说 从我们上次开会的时候讲的那边叫线病状 这个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里面抽取出来的 对对 就是呃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他们怎么拿到这个东西 呃这个这个的话就是他们 他们其实是有就是和专业的医生进行合作 就是有呃有一个他他们就是这个团队有和一个呃 医生某一个科室进行对接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呃就就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些那个诊断规则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是这个不对 这个诊断规则是他们抽取出来的 对出来 然后单的单的来一下扎音 来跟这conversation对啊 他从对话里面 然后标准他有一些标准的guidelines 就是他们医生对标准的时候有些guidelines 然后抽取出一些诊断的一些规则 然后再利用这个规则 左边过去是 哎 左边过去这个对话呀 呃然后把这个rule给对对这个rule是吧 就是这个rule align的就是就好我明白了 就说医生在提问的时候就不是说在简单提一些问题了 而是会去问一些rulealign的一些questions 这样子的话就说你的问的问题会更加有效是吧 是这个是吧 对然后获取信息之后就下一个问题 ok你看我这个不录进去 那这个就这样吧 嗯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就是在医患沟通的时候可以就是如何把患者的这些信息 然后整合起来然后生成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呃深入的一个问题 然后其实就一共是这个两个方面 然后就是rulealign这个框架他就是希望把这个大模型和诊断规则对齐 然后开发了一个医患之间的这个rule base的这个泌尿科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还设计了一种平好学习方法这个就是这个rulealign 呃然后首先的话是这个数据集的这个构建 然后上面就是今天有提到的就是核心就是这个诊断的这个规则 然后作者在这里的话其实一共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就是首先是就是呃就是诊断逻辑上面的一个呃就是限制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patient的一些evidence 然后上面这个逻辑的话作者其实是按照就是右边就是医生呃正常诊断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呃来进行一个表述就是患者的一些主观的症状 然后还有客观检查结果 然后患者的一些疾病史的这个询问 然后最终得出一个诊断意见 就在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这个指导之下就是呃 然后再从这个数据集当中去提取出一些的这 这种呃就是可以从患者的这个身上可以提提取出一些症状结合 然后检查结果的这个结合 然后医生自身会有一个重要性的一个顺序的一个罗列 然后最后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疾病史 呃就是这些所有的内容的话就组成了这里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规则 然后呃具体的这个数据构建的话呃做作者是使用了这个RJUAQA这样一个数据集 当中的这个QA问题来进行一个构建 然后这个数据集的话就是针对于密尿科的 然后他里面的话都是单轮的这种QA的问题 然后他这个数据集在构建的时候 他用到他这里生成的所有的这个患者其实都是就是虚拟患者 然后是通过就是大模型和就是专业医生这样子一个合作 然后来生成了一个QA对呃 然后是这个数据集呃就是呃本文的这个作者就是使用了这个数据集 当中的一个单轮问题 然后使用了一些呃使用了这个GPT4的这个API 然后来生成对应的这个兑换具体的生成呃这个过程的话在下一页 然后这里的话呃作者还会把就是因为密尿科当中有很多具体的这种其不同的一些疾病类型 所以的话呃就是这里会把一些疾病术语就映射到一个定义的类点 然后忽略一些临床细节这个的话就是数据集构建的第一部分 然后呃他整个数据集这里的数据集的构建的话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用这里得到的生成对话M 然后呃就是这个这里的MI 然后这个RI的话就是前页所述的这个诊断规则呃就是然后这个RI的话会具体表现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呃就诊断逻辑 然后还有一些evidence套用一个规则模板 然后来构成 然后再经过一个GPT4API 所以的话就整个数据集的构建一共是分为就是一共用了两次这个GPT4的这个API 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规则融入到这个数据集的这个构建当中去 然后保证患者的一个诚实 然后还有一图明确 然后最后得到了这个呃MIT这样的就是作者在这里所得到这个数据集 呃这个过具体的过程的话就往前往前再看一下往前再看对啊 比起比起 他左边对上面的图对 上面张图的话就是展示的就是相当于是这个逻辑就是通过这个逻辑开始有 呃症状症状结合对吧 症状结合包括被什么 PEG 被团 发烧这种它们一大堆 嗯然后 得到examination啊就会正就会去检测是吧 impose 应该做 e urgency 如果是普通怎么着 exam order 对啊他会排个序对 然后history就是说你有什么medical history 嗯然后最后一个大家能找对这个我明白对对对然后下一个呢 再一眼啊这是左上角我看看那图 哦不是这一眼对这一眼对 左边这个data就是用comprehensive的data 他这个data就diagnose and treatment 分成三部分第一是dott patient conversation 有consultant diagnose对第二个是clinical report 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到的检验报告对吧对 好第三个是knowledge of这种knowledge knowledge是他提出出来的吗 就medical article就是对articles 然后还有个expert的knowledge graph是吧 对expert level的knowledge graph 然后再往后数据清洗啊 就knowledge 反正就在讲structure 然后再用大模型去 生成qa对是吧对对对 然后有人类进行一个检验就是栽选和检验 然后这个对他的工作本质上在做一个 关于这个泌尿疾病的一个qa对是吧对 然后他的数据最全的颜头是病人和医生的对话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他的clinical report对吧 但是说versual patients为什么是versual patients 我我我简单就是看了一下这篇文章 其实他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前面 所获取的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就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知知识啊或者 就是他所清洗出来的这些内容就是 等一下他是不是蚂蚁是不是有什么线上问诊服务 是不是啊 嗯对 所以他这个是线上问诊里面的对话是不是 可可能是这这个来源 就是让我估计他那个数据员他这个数据员可能就是那些简单的问诊吧 嗯 关于广尿科的一些问诊就是线上问诊的一些对话 对有有然后再拿过来 看看他又变state的 他一种32种病对吧 他rules也导致32种 呃这这个是生成的这个就是本文的这个 生成出来的本文的这个 有2000多个 呃1万多轮 test 嗯 嗯 每个diagnose的轮数 轮数 13 3到是什么意思 13什么意思 呃这个这个是最大和最小值 就是最大最小值 最大 然后他的顺序是先忽略到一些临床细节 比如说左边右边发病期段 先把疾病术语映射到定义的一些类别里面 就应该是就疾病的类别就是 因为这里疾病有32种就是 就是光泌尿病泌尿疾病就可能他就里面有32种是吧 32种然后每一种有对应的这个diagnosis的这个rules ok 然后第一个是 他们里面的单轮问题和疾病 生成对话 对 呃就是 问题和疾病就生成对话 那生成啥样的对话 对 这就是模板就是这个 呃你的工作是利用做什么什么 就是就是把单轮对话改成了一个多轮对话 相当于是 因为原始的这个就是QA这个数据集就是单轮对话 就上一页当中 所示的这个数据集 他这个 就就是相当于是把它变成一个多轮对话 然后再再添加这些就是诊断这个规则 就是避免引入新的症状和检查和疾病 啊就是性质量不能增加 对比如说目的是建立一个具体的诊断 并以医生的决定性的诊断作为对话结果 ok医生的 然后右边这个是将医生患者的对话 按照以下的规则调整 最终目标是确立具体的诊断 嗯 嗯 就说这个刚才得到的那个多轮问答是吧 对 然后完整其诚实的回答 患者的目标是确诊和排除 医生患者的对话 然后调整后这个调整的目的是 我还没明白这件事情要干啥 他是以医生的决定性诊断作为对话结束 不需要给出任何的治疗建议 已做的检查结果需患者提出 医生只能根据前者的对话 获取相关性并进行下一步 就说你左边那个东西已经生成了个多轮对话了是吧 对这个然后跑到对 然后跑到右边就说我又给了你Rules对吧 对Rules是刚才就是前面生成出来的那种Rules 对然后这个Rules加进去之后 他的目的是干啥 呃就是按照就是其实是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对对就是如而那就是 大模型遵循规则来进行一个 这种提问或者是呃 然后回答就是这样子一个 啊这就是他的文章最大工作是吧 对就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如而那就是 然后是就相当于是跟随遵循规则 然后来得出一个诊断的一个结论这样子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做一个问诊机器人啊 就是就是一个在线医生 这个医生呢是一个数字人 然后他问出来的问题呢 必须要根据一些Rules对吧 然后你问出来个问题你不能瞎问 不能是那种simple question 必须是根据他这个Rules allied之后的一些question 是这个吧是这个是吧 嗯对应应该是就是如果说就是往前做一点的话 可以就是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可能整体的这个方向是往这个方向来做 嗯OK 这就是但是这个数呢 他这个数据的这个构建的话 肯定是就是可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啊 你这些中文是他他原本应该是英文吧 对就是他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两种 然后我结下来是结了这个中文版的这个 OK好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他目的是要Rule align的他加入这个Rule之后 你这个多轮的问答你就要根据我这个Rule align之后的东西不能随便问 明白明白那他最后的exam他这个实验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呃就是一个是就是因为呃 其实后面还有一部分就是呃 关于这个他使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前面是一个数据集 然后这里呃后面是他使用的这个Rule align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训练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他的实验的话主要是围绕就是训练这部分 他可能会比以前的这种呃就纯SFT和DPO呃要好一点 就是就是这个效果会来的更加好 所以他用他就说我用了我做了这些QA对 然后用了这些Rule align的方法会比SFT那些方 SFT肯定比SFT好SFT不行 呃就又复杂又效率又低 对主要是DPO 对比DPO还要好 嗯好吗那这个看起来没有啊 嗯这也是没有比较高 但是后面两个Roger比他高一点点对对对这个比他高 然后这个呃Lance rate Lance rate是那个就是生成的呃长度 除以那个标准答案的这个长度 就越接近一越好就是呃某一部分指标会比那个来的更好DPO 呃然后如果Line的话会比传统的DPO的话就是就是后面会提到就是他这么意思 就是效果会动动的动了效率会好 明白明白那我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这么看 嗯看看他如果是Line的时候你这个问答就不会乱问 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变得更好 这好像有道理啊 对对 嗯那我先往上看一下 嗯然后这些方法是吧 对然后就讲他这个Rule align的这个训练方法 就是呃传统的这个DPO他的这个就损失函数是这个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偏好回答和非偏好回答之间的这个差距 越大越好就正力和负力之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呃为了实现就是这个DPO的话就是传统的这个方案可能需要呃人工去编写这个输入X 还有人工去编写这个输出的这个YW和这个YL就是人工要去撰写这个正力和负力 但是就是呃Rule align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希望能够自动的生成一个就是正力和这个负力就不需要呃再花费就是人工的这个开销 所以的话就是具体Rule align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右边这张图所示就是我在下面也就是罗列了一下就是他这里呃的这个正力就是呃综合这个诊断规则后原先的这个对话结果就是呃 呃刚才上一步所得到的这个多轮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呃数据 然后直接给他进行一个拆分成单轮对话以后就是相当于是用这个Ground choose作为一个这个正力 然后对负力的话就是有三种方式来就是呈现就是来组合生产一种是这个SFT这个模型 就是他预测的这个结果通过与一相似度进行一个 筛选就是他多次输出一个结果以后选择和正力结果就是不乐的这个呃相似度 最低然后且低于一定预指的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第一条这个复利 然后还有一个复利是打断原先对话顺序就是重复已经存在了这对话 就把前面的对话再重复一边还有一种是把后面的对话提到前面来因为它是个多轮对话 就是在某一轮的时候把后面轮次对话提到前面来就这三者 共同就是就组成了这个复利 然后回答的就明显就是回答的乱七八糟是吧 对对是的 然后就是把这两者就是用呃合起来做一个dpo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rule align的 他这这个核心方法在这里就是那其实就是说他还是个dpo 对其实是个dpo 但是它是个自动生成的 但是正力复利是自动生成的对不需要人工去做是吧 嗯可以这么理解吧对这样的话 然后然后其实这里做这也是也说明了 就是说他这里用多种方法构建这个复利 他的一个就是效果就是呃 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消融实验就是呃 仅仅使用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相关性就是呃 对相似度来来做构建复利 然后还有仅仅使用就是 就是打断原本的这个顺序来做这个呃 构建复利这个呃效果 然后就是和 三种这个方式构建这个复利的话就是呃 后面两个指标肯定是会高一点 然后这个困惑度会就是呃不一定会特别就是呃 总总还是表现比较呃好的 嗯嗯嗯嗯嗯然后这这个的话其实也说明就是调换顺序 可能会对他这个 效果产生一定的那个干扰就是嗯 嗯 然后呃其他的这个实验结果的话就是呃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呃这这个是训练数据量的另外一个对比 就是就是发现就是呃这个训练的这个 就就是数据的 就是跟那个最终的这个数据数量相比就是其实 25%的这个呃数据数量就可以达到 最终的一个效果 所以其实就是后后续的这个提升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主要关注的还是就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个 这个配尔斯的这这一块工作 然后右边这样图的话就是 作者这里还 进行一个多轮对话就是 除了这上面的这个单轮对话的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是使用了一套就是呃 standard size 的就 patient testing 的这样的一套 呃方案 然后发现这个 rule online 的话同样也比 其他的就是呃传统的一些方法 效果来的更加的好 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呃框形 感觉就是比 dpu 稍微好一点啊 对呃就是 dpu 的优化吧 问题嗯 嗯就以上就是这篇文章 这个全部的这个内容 后面没有人吧 对 ok